大家好,我是赛先生科学工厂的Kevin 各位朋友们,为了今年的圣诞节 我们帮大家准备了六大主题 让大家可以因应不同的主题 然后选到你们喜欢的礼物 让大家收到礼物的人也都不会觉得很突兀 第一个主题就是收到这个礼物的人都会哭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东西是刚不知 刚不知它就是一个不导翁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不导翁 所以如果你要用贵重的方式来打动你朋友的心的话 这个会是一个首选 那为什么要选刚不知呢? 因为它其实又象征了一个人生不会被击倒的精神 如果你的朋友一直生活很不顺利 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最后得到了成功的话 送他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很感动 如果他本身没有这么多愁善感的话 我们又准备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可以送他这个特殊的鬼话 他在某一个固定的角度下 看起来会是一个正常的人 然后在另外一个角度下 看起来会是一个异常恐怖的图像 如果你的朋友没有那么的容易感动 那你可以利用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直接把他吓哭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我们内部员工员购排行第一名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两个化学元素表的马克杯 那这个是一个排名第31号的加这个金属 然后跟鑫这个金属 那如果把它排起来 合起来就是加薪 大家很适合帮老板泡茶的时候 可以用这两个杯子一次泡两杯给他 让他可以了解你心中最大的期望 顺便暗示一下老板应该也要有所表示 所以这个很适合送给老板 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呢是圣诞夜情侣能用的这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蜡烛敲敲板 你可以把它在圣诞节大餐的时候摆在你的桌上 然后这个两只小熊呢 就会在这里玩起他们的敲敲板 那可以让大家在圣诞夜的时候 如果话题忽然间没有了 那大家就看着这个发呆 比较可以延长我们的圣诞大餐的时间 那同事另外准备了一个我们的风暴柱 他想说圣诞夜的时候情侣能用 可能我猜测可能跟他本身的造型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应该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圣诞夜的时候 看着他里面慢慢像雪花一样的结晶 然后可以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接下来这个主题是包装起来很厉害的东西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包装起来 会非常的大型的一个东西 它大到可以遮住整个 我 我会整个藏在这个东西的后面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收到的人一定会觉得很惊喜 那它这个起始度我帮大家猜一下 看看这里面到底包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即使这是一个我们的飞车系列的九集 飞车系列是一个很畅销的系列 九集呢会是这里面最大包的 在你家煮起来之后也会是一个最佔空间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在圣诞夜有一个非常安宁平静的夜晚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你的小朋友可以收到你的移之后 可以在旁边静静的玩很久 那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解鱼的系列 那他们就会想要知道怎么把这个圆环拿出来 怎么把这个盒子打开 怎么把这个红色的东西弄出来 然后一些一系列的解鱼的东西 就可以让小朋友在旁边很沉默的玩很久 那最推荐的就是这个红酒锁 可以送给你的小朋友 然后让他来解开这个鱼之后呢 就可以 小朋友当然是不能喝红酒啦 但如果万一他偷喝的话 他就可以在旁边醉的一塌糊涂 就会更沉默 那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跟他交情不太好 但是他本身又很怕吵 你就可以送他的小朋友这个东西 后面鹰管 让他小朋友在圣诞夜的时候 在家里这样子归舞的时候 一直玩的时候 就会很吵 适合送跟你交情不好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老外的最爱 如果你有外国的朋友的话 这个系列的产品会是他们的最爱 这个是一个上面写满了中文的 繁中的化学元素表的马克杯 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很有兴趣 然后对化学很有兴趣的外国朋友 这个就会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有外国的朋友很喜欢喝红酒的话 这个红酒公道杯也会很适合 红酒公道杯的特点就是 如果你遇到了土豪 他把里面的红酒装得太满的话 这个杯子会把里面所有的酒露到一滴都不剩 所以土豪会喝不到 那如果你尊重红酒的礼儀 子装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话 他就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红酒杯 所以这个很适合送给外国的朋友 各位喜欢我们的朋友也可以点这边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到更多的 新奇的圣诞节的礼物 然后也可以点这边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及时的收到更多新奇的资讯 谢谢大家